我们只有明白我们的罪恶 才能从罪孽中得救 创世纪第一章九字十三节 神说天下的水要治在一处 使汉地露出来 事就这样成了 神称汉地为地 称水的治出为海 神看着是好的 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 并结果子的树木各种其类 果子都包着盒 事就这样成了 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 各种其类 并结果子的树木各种其类 果子都包着盒 神看着是好的 有晚上有早晨 是第三玉 今天的经文说 每个人都应该知道他的罪恶 结出得救的果子 每个人都带着罪孽被出生到世上 因此全人类只能毕生犯下无数的过分 因此 神希望我们认识和知道我们自己的罪恶 理解他赐给我们的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 现在 我们要信仰耶稣基督赐给的水和圣灵的福音 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到自己的罪恶 事实上 大多数人活着完全不知道他们的罪恶 我们离开神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义 我们不可能承认罪恶的自我 因为我们故意注重自己的义 如果我们希望从所有的罪孽中得救 我们必须首先明白自己的罪恶 我们还必须明白神的义 信仰神的义 换句话说 人类要清洗他们的恶与罪 他们必须依靠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 信仰这个真理 每个人都必须理解他丑恶的自我 在神面前弯腰 请求他的帮助 信仰主赐给我们的水和圣灵的福音 只有那时才能得救 为此 我们必须首先承认罪恶的自我 神的道是把我们拯救出罪孽的真理之道 主把拯救赐给那些承认神的真理的人 使他们能够结出使徒信仰的果子 我们必须认识到 我们的主在创世第三天说的真理 圣经在创世的第三天两次说 神看是好的 创世纪第一章第十节第十二节 第一次神说他很高兴看到汉地露出来 第二次他说看到清草节子果树结果很好 在圣经里 在圣经里地子人心 当神把覆盖在地上的水 聚集到一处 他看见露出汉地 他说这令他喜悦 这意味着神的道已使我们能够看出 蒙蔽我们心灵的各种伪善 为什么神看见汉地露出来很高兴 那是因为只有暴露本性及罪恶 人才能得救 人为的宗教只是伪善的制度 换句话说 因为人类披着一件被称为宗教的伪善外衣 他们认识不到自己是恶人 所以人们不能看清他们真实的自我充满罪孽 已经陷入极大的触觉 认为自己非常善良 所以不同于极力防止罪孽被暴露出来的人类 神希望他们的罪孽显露出来 人类的罪孽不能向神隐瞒 神希望暴露人们的罪孽 医治他们 只有人类的罪恶被暴露出来 神才能把罪孽得赦赐给每个人 所以神很高兴看到我们的罪孽被完全暴露出来 人们一般都希望 其他人把他们看成是仁慈与善良的人 所以他们经常装作仁慈 被自己的伪善与弄 他们大多数都确信自己确实是善良的人 但事实上 他们心里隐藏了使徒的罪恶 他们大家都需要认识到这一点 那么神赐给的拯救为谁实现呢 毫无疑问 拯救赐给那些知道自己完全是罪人 信仰主赐给死和圣灵之福音的人 换句话说 只有那些承认他们即使走自己的道路 注定要下地狱的人 才能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领受罪孽得赦 那么 你们柔和 你们有些人不也认为自己的心灵是善良的吗 这些人能从他们的罪孽中得救吗 还是只有认识到人心罪恶 请求主的恩典才能从罪孽中得救呢 不是前者 而是后者能从罪孽中得救 但不幸的是 知道并承认他们心里本质罪恶的人并不多 神说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坏到极处 谁能石头呢 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九节 他还在马可福音第七章二十一子二十三节中说 因为从里面 就是从人心里 发出恶念 苟合 偷盗 松撒 奸淫 贪婪 邪恶 诡诈 淫荡 妒忌 傍夺 骄傲 狂妄 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 且能污秽人 人类肉体的思想只有罪恶 从本质上讲 人类是松鼠 奸淫者和隐荡者 他们大家实质上天生都是恶人 神把他的恩典赐给那些 知道自己是这样罪恶的人 神证实通过这些人 结出罪孽得赦和福音的果子 换句话说 神说 他只会把得救的福气 赐给那些能够认识 并相信自己确实是罪人 心里有这些罪孽 毕生犯这些罪孽的人 这完全不同于世人的教训 我们的父母和教育制度 都教导我们 要把自己看成本质上是善良的 有一种著名的理论称作标签理论 在青少年教育领域广为全播 该理论坚持认为 如果某个孩子被他的父母亲或者老师贴上撒谎者的标签 孩子就会成为撒谎者 如果孩子被贴上好孩子的标签 那么他可能长成一位品质优秀的人 但这种理解只解释了人类伪善行为的现象 不能解决人类的本质 宗教不同 所有的宗教都强调人类慈悲与义气 这世上罪恶毒的人 就是那些用施假的美德 伪善隐藏他们罪恶的人 那些把基督教只作为一种宗教来信仰的人 就是这样的人 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本质 他们不接受能够把他们拯救出所有罪孽的神的福音 的确他们不接受这真福音 而实际上传播假福音 只强调人类自己的义举 因此神在这世上最恶毒的敌人 反对神最激烈的人 证实那些没有重生的基督徒 他们争辩说 那么人类至少也有一两项美德吧 但圣经真理的道宣布 人类绝对没有善行 罗马书第三章十字十二节 因此我们必是首先承认我们真实的自我 认识到我们心里充满了石头肉体的思想 圣经写道 神创造天地的第三天 地上覆盖着水 这里的水指空气以下的水 有时即使空气以下的水 看上去也是清确的 底下的地被水隐藏着 但实际上非常的污秽 只有当污秽的底部显露出来时 神才能清洁这地 所以他在第三天说 让汉地露出来 这意味着人类本质 实质上是罪恶的 神希望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恶与过犯 耶稣基督来招所有的罪人 把他们拯救出各项的罪孽 我们的主说 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 乃是招罪人悔改 路加福音第五章三十二节 神说恶念 奸淫 苟合 偷盗 松杀 贪婪 淫荡 骄傲 狂妄 等等 这些都是人类固有的 我们人类都有这些污秽的心灵 神不能通过在神的面前 没有完全显露自己罪恶的人 结出任何的果子 但如果母人知道她自己没有什么优点 她只不过是个罪人 那么她就能预见耶稣基督 获得重生 神赐给的拯救来到谁身上 神赐给罪孽得赦的拯救 只能来到那些信仰 祖和圣灵福音者的身上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 为像我们这样的罪人做事情 我们就能借着恩典得救 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 圣经写道 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 终日所思所想 尽都死恶 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 他决定审判地上的人 神的审判确实降临到这地上 所有的罪人都被毁灭 只有挪亚家里的八个人得救 挪亚得救是因为他发现了神的恩典 正如经上写道 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 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 挪亚是一个义人 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 挪亚与神同行 创世纪第六章八字九节 蒙恩这个词是礼物的同义词 挪亚也是个罪人 因为他和其他任何人一样 远弱与不足 但他仍然摆脱了审判而得救 这怎么可能呢 他是可能的 因为挪亚和他的家人 从神那里发现了赦罪的恩典 成了义人 换句话说 挪亚做了义人是因为他信仰神 拯救的恩典 神拯救了挪亚 他用恩典披戴他 正如挪亚那样 神也赐给我们同样的恩典 尽管我们的思想和行为都是恶的 但神赐福我们做他自己的百姓 神露出汉地后 赐福他发出能结子的青草 能结果的果树 各重其类 汉地露出来时 地开始在神面前结果 换句话说 人类从他们的罪孽中重生 首先要承认他们是注定要下地狱的罪人 其次 要信仰基西和圣灵真理而来 已经把罪人拯救出罪孽的耶稣基督 如果我们能认识到自己罪恶的状态 揭持笼罩在我们心灵的伪善面致 完全结束神的道 信仰神的道 我们也能领受罪孽得色 结出各种好的果子 神痛恨伪善家 那些在神面前假装伪善的人 不知道重生于死和圣灵的真理 在和蔼的微笑后面 隐藏着罪恶的宗教主义者 都是典型的伪善家 他们为什么一直那么伪善呢 因为他们希望隐藏自己 就是注定要下地狱的罪人 这个事实 他们既不听神的道 也不注意自己的良心 所发出的声音 他们假装义人 尽管他们是罪人 因为他们不承认自己 因罪孽注定要下地狱 这个事实 他们没有任何领受罪孽得色的让望 所以他们代骂死和圣灵的福音 这世上太多的人受到蛊惑 相信自己确实是好人 那些满怀幻想 在神面前认为自己无比善良 即那些不愿向神承认 他们是罪恶之头的人 都是伪善家 那些夸口自己的伪善 追求以工作为本子信仰的人 都是不能胜从真正取悦神的重生真理 而只能做取悦他们自己的义的伪善家 神憎恨人类的伪善 也就是说 他憎恨假心假意的善 所以你们再次应认识到 人类假心假意的仁慈 是违抗神真善的必死的罪 使人下地狱的罪 因为人类想用他们伪善 掩盖一切的罪恶 遮住他们自己的眼睛 看不到任何的罪恶 当你们歪倒酱油瓶 只能流出酱油 招满酱油的瓶子 不会流出清水 同样 人类本身污秽和隐晦 如何行善呢 因此 人类必须首先向神承认 他们的罪恶 信仰圣经 祭神的道 从而完全从他们的罪孽中得赦 变得洁百如舌 也但他们领受罪孽得赦 成为义人 他们不再胜从人类的伪善 而必须因信 只胜从神的道 只有当我们承认自己 注定要犯罪孽 直至我们死亡的那一天 我们才能够抛弃 人类的各种伪善 只剩从正确真理的福音 用神的意 披带我们 我的信徒朋友们 即使那些靠信仰 祖和圣灵福音 已经从他们罪孽中得救的人 也必失承认 就他们的肉体而言 他们仍然是罪恶和污秽的 神通过那些 因信仰祂的真理之道 承认自己罪恶的人 写明祂的荣耀 结出义的果子 相比较 不信神的道的罪人 不能结出神真善的义果 我们必失承认 自己是隐晦 污秽和肮脏的人 不是因为我们在行为上 实实在在犯过这些罪 而是因为我们信仰神的道 当根拒绝道反省自己时 我们必失承认 自己是罪恶的人类 神的意 在死和圣灵的福音里面 我们大家本质上是恶人 但因为我们领受了拯救的福音 赦罪的福音 我们已经得救 现在作为义人生活 所以得救的人 抛弃他们的伪善 开始全播耶稣基督的义 因为现在只有耶稣基督的义 活在他们身上 虽然我们已经领受罪恶得赦 但只有当我们承认自己 从那以后 仍然是罪恶的 我们才能成为义的器皿 用于神的义的工作 神不会期待人类的伪善 伪善只是欺骗 所以神不报希望 宗教也是一堆伪善 所以神对他不报希望 伪善把人引向自我毁灭 伪善是罪 它是阻挡神的福气的障碍 它是走咒 伪善是被神走咒的方法 如果有谁希望领受神的福气 它必是克服伪善 伪善必是被抛弃 因为它能毁灭人类自己的灵魂 真善就是信神和认罪 神不会期待伪善家 它期待那些信仰它的道的人 神的教会也不会期待人类的伪善 我们不会期待别人 无论是谁 因为人类的肉体充满伪善 因为每个人的肉体都是同样的 如果认为我不像那个人 我和别人不同 那是幻想 每个人同样都是一堆堆的罪孽 但主成为罪人的救世轴 向我们显明了神的义 他在神的道面前完全显明了神的义 任何人都没有什么义 不要自欺 不要被你们自己的伪善与弄 没有谁能为自己打高分 神亲自说 人类是作恶则的种类 人心比其他任何东西都堕落 但是神的能力战无不胜 即使通过这些罪恶的人类 他仍然能结出义的果子 借真理把我们拯救出罪孽的 正死神的人词和他的义 这是神的能力 不是很神奇吗 拯救的福音是神赐给的唯一的真理 我们要更好地结出真理的果子 必是认识到我们成了十足的罪人 和十足的伪善家 我们必是相应的正确的信仰 你们承认在你们身上 暴露出来的所有罪孽吗 即使那些靠信仰 谁和圣灵福音重生的人 表现出来最早的现象 使更多地显露他们肉体的罪恶 换句话说 他们罪恶的自我 甚至比以前更多地显露出来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我的身上 我以前几乎不和妻子争吵 但一旦我领受这年得赦 我实际上更容易和妻子争吵 出言更加的粗鲁 甚至忘记了受到的教育 所以我在领受罪孽得赦之后 有时心想 为什么我会这样 这意味着我或时 还没有从所有的罪孽中得赦吗 我怎能这么做呢 不容质疑 神的真理之道 说我们是披着伪善的恶人 但因为我们心里不承认神的道 他才在我们生活里露出汉地 如果我们不承认神写成文字的道 即仁慈的正确真理 那么神的道必定战胜我们 所以神能通过我们的情形 暴露出人力所有的罪恶 所以即使是重生者 也被他们的罪恶所折磨 但一旦他们承认这些罪恶的自我 信赖神的真理之道 他们就能结出罪孽得赦的果子 我们自己不知道这些罪恶在我们里面 但是主露出我们的罪恶 使我们能看见和承认这些罪恶 主这样做 并借着死和圣灵的道 拯救了我们 因此我们的罪恶越显多 我们越应该感谢主 因此每个人都应尽快地 承认神的真理之道 作为充满伪善的作恶的种类 来到神的面前 靠信仰耶稣基督赐给的 死和血的福音重生 如果你们真正以福音为荣 和神一起生活在光里面 那么你们必是全心全意地信仰 祂的真理之道 那些在生活中受到 他们自己伪善欺骗的人 不知道神的道教导他们的真理 所以他们的生活 只能变得更加伪善 由于他们发现自己 不能真正过上和善的生活 无论他们多么努力 他们最终只得放弃 自己的信仰生活 换句话说 他们被自己的伪善欺骗 至终不能过正确的信仰生活 他们应通过真理的道 认识到自己属于哪种人 他们应该抛弃自己的伪善 人类只有知道 他们的罪恶才能得救 他们的罪恶才能暴露出来 那么你们如何 你们承认自己的罪恶吗 你们承认人类完全罪恶 百分之百吗 至于我自己 我完全承认 我确实是十足的罪人 就像在神的道理显明的那样 我是这么信的 因为我没有什么值得夸口 因为人类没有什么上行 耶稣基督降临于世 受洗流血 完全是为了斩驾恶人的罪孽 天下的各项罪孽 我们大家应信耶稣基督 为我们的救世主 即信仰洗和圣灵的福音 已经得救 圣灵见证 只有神的道 才是真正美好的真理 人类信仰这个真理 现在已经从罪孽中得色 成了义的器皿 要不是神 要不是耶稣基督 真正慈善的真理之道 人类只能生活在 难以忍受的恶处里 因为伪善而确定堕落 现在 这世上的每个人 都应该信仰拯救之道 即耶稣基督借他的洗礼 十字架上的留学和圣灵 实现他的拯救 从而拯救了我们 我奉劝你们大家 承认自己的罪恶 信赖神的真理之道 信仰洗和圣灵的福音 使你们从一切 伪善的罪孽里得救 这位义人生活 一旦你们做了义人 我请求你们大家 在余生 这位神的义的器皿生活 承认他的真理之道 信仰他的义 神把真拯救赐给那些 承认自己伪善 抛弃伪善的人 神把这拯救送给那些 承认他们真实自我的人 我衷心感谢我们的神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